大家好,又到討論故事的時間 今天是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 故事名是《女人要百變,男人才捨得不變》 在這個婚姻感情生活中,真的要到百變梅艷芳 不是的話,我們搞不定的 在說之前,記得我們要去Youtube搜尋 《香港人正能量勵志故事》 今集我們講的題目,剛才都講過了 一會兒告訴你 你記得搜尋完之後,看到裡面的節目清單 裡面有百多條片,當然有條片你會喜歡的 如果你覺得哪條片好看的 你記得幫我按訂閱和分享 在Youtube頻道按 和在Youtube頻道下面留言 告訴我,不要去Facebook了 Facebo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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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我們就開始講了 女人要百變,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有一個家庭曾經都差點出事 幸好老婆,南崖綠馬 立刻去做了很多change改變 其實她就會跟你說 她就說,生活其實很多傷感的 愛情也有很多波折 以為是一段婚姻需要花很多心思 單說是愛不夠的,還要不斷這樣去變 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一直保持同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覺得很悶的了 愛情也是,婚姻也是 所以我們要學到一個新的相似方式 不斷調整自己 讓對方感受到你對這個家的付出和努力 聽起來是不是很文咒咒呢? 是啊,她真的這樣跟我說 不過當然,裡面夾著了很多很多其他雜貨的字眼 所以我將它變成一些好聽的、斯文一點的文字 去跟你們說 那她就說,第一樣,你要猜著你老公是什麼呢? 就是預留、換氣的時間和空間 咦?好奇怪喔 換氣?為什麼呢? 聽下去你就知道了 她說,當我們在水中游泳的時候 你有時候,你要脫離一個水面 要換氣 那你就要跟另一個人相處 也要是這樣 不要一味讓男人保持同樣的空間 和活動和視線範圍裡面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就是不要在她做同一個空間做同一件事 因為時間久了,她就會走的了 她會呼吸一個自由的新鮮的空氣 所以讓男人和求友在外面 踢得激烈的時候 你不要妨礙催她 就忘記了一樣 自己自己好好過你的生活 無論你出門和好姐妹去gathering也好 或者去咖啡店坐下我居居也好 不要24小時放在心思的男人裡 要這麼長時間讓她出去換氣 簡單來說,就是讓她自由一點 對呀 適當的和朋友聚會 不要經常24小時都對著你 其實我這句話就說了她說的 當然她當然要說得很有成就感 滿足感告訴我們 好了,她還會繼續說 她多個時候的時間 結束了之後 她就會回來很正常的日常規範的生活 例如起床、吃東西、拆牙 然後就上班、下班就是這樣的生活 但是呢 在這一刻 老公出去了也好 你要自己去做多點和這個世界保持聯絡 不要整天只躲在一間屋裡 要找多點不同的話題 和多點去互動一下 這樣你們每一天都會覺得會這麼悶 就會很好 是的,沒錯,我都認同的 好了,接著她第二天說 就是調整你過高的期望 蛤?怎麼調整過高的期望 那她就說了 有時候 當你進入了愛情之前 你心中的自己的王子和戀場 你一定有幻想 結婚之後 這些幻想就會全部給你的現實 柴筆又嚴章做賊打爛了 那你這個人很多時候就會有些失望 有些會不開心 就會經常說 為什麼她以前都不是這樣對我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呢? 又或者她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但其實 這些是不是你老公的錯? 未必的 可能她就跟你說 是你們的期望而已 每個女人都知道的 當你的時間一久了的時候 在一個合情合理的時候 的情況下 你就要對你身邊的老公 將你的期望 幻想調低一點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每天都給你的男人 說做了多少事 多少分 她不辛苦 你也辛苦了 還有是不是有些少少脫離現實呢? 聽完她這樣說 又好像是 真的是不是要 對以前和現在 有個希望 要拉低一點點 她又不會舒服很多呢? 好像有些道理 到第三天 她又說得更興奮 她說要改變空間 轉換一下角色 一個女人 最令男人欣賞你 就是你有變幻摩測 在工作裏面 認真的女人 就是最漂亮的 兩個人獨處的時候 時光 溫柔的女人 是最漂亮的 在男人 朋友的聚會之中 殺嬌的女人 或者笑嗲人的女人 就是令人羨慕的 如果在過年的時候 在家裡 最賢慰 最熟得 最無私奉獻 給頭家的女人 是最漂亮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就為了轉換角色 當然 她下冊了三百個字 那三百個字是什麼? 就是在你們的房間裡 你們自己想想想 那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她就說 為什麼經常要變 就是這樣的原因 很多時候 她就說一件事 如果你的人不變 一成不變 在圍繞著這個家庭 或者圍繞著這些生活的話 你的人生就像一棵樹一樣 越來越沽燥 越來越缺乏養分和水 當然還缺乏了陽光 最後會是怎樣? 你就會沽燥地慢慢敷衛了 接著那個女人 就越來越不漂亮了 所以 女人是真的要變的 有空多些出去購物 買衣服 千萬不要讓老公 覺得你在家裡 就是一個黃麵婆 也希望你開開心心 過每一天 如果你覺得故事好聽 記得幫我在下面的鈴鐺 按訂閱 多謝你今天的收聽 拜拜